至少我有这样一个沸腾的心 如果我有机会的话 我不是要跟谁输了 我要给给人人了 徐孝顺宣布考虑参选基隆市长 原因是这个 不管现在的政治环境怎么样 现在的经济环境怎么样 或是怎么样的人文环境怎么样 他们也跟其他县市有机会一样沸腾起来 基隆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基隆也想赚钱 基隆人也想有尊严 所以如果我有机会 如果我有机会的话 我愿意为基隆人来付出心力 就是想为基隆市民尽份心力 其实许孝顺出身政治世家 爸爸曾经当过四届的基隆市议员 最近他觉得有社会责任 应该为市民服务才会想参选 而被问到参选的党籍 只要是为基隆人好 都可以来谈 都可以好好的做 只要有诚意就不分蓝绿 而演艺圈对于许孝顺有意参选 怎么看呢 孙哥是很热情的人 如果刚好有这个热情的话 也一定要够 但是要当政治人物 基本上也要 手头上要够宽松 孝哥对顺哥很肯定 沈玉玲也力挺 愿意无仇的帮忙辅选 这一次许孝顺突然宣布 有意参选 也为演艺圈留下震撼单 三星文马家好李一会 SNG小组台北报道 划 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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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